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 就是捣血煤的故事 对吧 我说这人捣了血煤活该了 那你就一点招都没有 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捣血煤的故事 其实反过来想 所谓捣血煤的都是前面你占了便宜的 敲目声占了便宜的人今天因为你占便宜的那个过去而今天偿还 在你失控的情况下 在你控制不了的情况下被偿还了 对吧 倒霉就是自己一不小心倒了霉了 没想到倒了霉了 倒血煤就是倒了大血煤了 就没想到这满地都是平地儿 完全就是平的 走着走着走着 不承想 底下小什么盖 就是小母哥抽了一下筋 把自己摔一大跟头 你说那小母哥为什么抽筋吗 他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 其实是因为前天走路的时候踹了人一脚 他是爷 他是姑奶奶 踹了人一脚 对吧 踹完人家 结果两天之后 小母哥一抽筋 把自己摔一跟头 他就不明白说 你说这大平地儿 我不是倒了血煤 我摔这跟头 人都会注重眼前的利益 所以这就是奋斗的结果 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奋斗的结果 提到倒血煤是李小林 法广这么说 瑞士泄密报告 汇丰瑞士分行中国客户 总金额5.17亿美元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说过李小林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我只是刚才开头片说的 李小林倒霉了 倒了血煤了 那他们家呢 反正看来不太顺利 对吧 发生的事呢 他哥哥在深圳的游艇 把别人撞死了 是他哥哥的 那游艇的名字 是他哥哥的名字 对吧 这种事情都不是安排的 对吧 那这个泄密的事情也不是安排的 而且资料很老 到了2007年 那2007年到现在 今天2015年 还8年了 你知道中间还有多少东西呢 那现在的麻烦呢 是汇丰银行被英国政府盯上了 那文章的梗概是这么讲的 他说法新社说 汇丰瑞士分行星期一成为这一巨大逃税丑闻的核心 英国汇丰控股已经承认 他的瑞士分行在处理客户税务方面存在着失误 瑞士泄密报告称 瑞士分行中中国客户的总金额5.17亿美元 与中国客户相关的有246人 其中28%拥有中国护照或者国籍 我个人认为这246人名单 现在很可能已经在习近平王岐山手里了 而在去年 瑞士政府放弃了他保持了几百年的保密法 凡是涉及到逃税 腐败 贪污的行为 瑞士 现在的瑞士银行有责任把资料提供出来 供给那些相应的国家的政府去查阅 那作为汇丰银行出了这样的事情 而汇丰银行自己也承认了 我相信包括美国政府 中国政府 所有相关的政府都有权利查阅相关资料 他们也有权利查阅07年以后 汇丰银行的到现在的所有相关资料 与他们国家有关 那除此之外呢 令完成 就是令计划的亲哥们 那据说呢 在美国现身 这个世界新闻网是这么说的 那世界新闻网直接讲说 令计划的胞弟 令完成 至今依然藏身在洛杉矶 那手中握有政治核弹 我觉得这手中握有政治核弹 忽悠的味道比较重了 就是有些人愿意这么做 得卖钱 什么叫政治核弹 对不对 今天如果目标打到曾庆红和江泽民了 已经干死 干到这份上了 哥们 你那核弹 如果你那核弹不点炮 明儿就成了臭蛋 真的 就那么回事了 但是呢 他没带国内 这是另外一故事 文章讲 早前说 令计划的胞弟 令完成 已经被遣返中国 我记得当时爆料的文章说 那是跟奥巴马有关 说奥巴马怎么怎么样 然后让令完成回去 但是这话又得说回来呢 横竖爆这个料呢 说令完成死了 令完成被送回去了 是这家媒体 令完成又在美国藏身的 还是这么两家媒体 嘿嘿 挺兜格 那文章讲 南加州知情人士在9号披露消息讲 令完成确实藏身在洛杉矶 一处富裕社区 近年还有人在南加州 见到他的行踪 但自从令计划落马以来 令完成更加深藏不漏 很少有人再见到他 这里有个麻烦 就是近年 近年是几年 反正今天就是都是谣言 那有些谣言真的是谣言 那有些谣言也叫预言 对吧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大混乱的时候 大混乱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真的 他国内要不翻江倒海 外头他不会大混乱 所以我们不看混乱本身 咱也摘不摘不清楚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但是咱们知道 里面中南海里面 翻掉江泽民 打掉上海滩 才造成了这个混乱 所以从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从这一点上去验证 那件事情的存在 这点咱能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这是最新的消息 据说国内应该是对香港 就是对梁振英的操守做法 应该有具体的故事在说了 至于说现在香港在发生什么 其实我们都觉得 表面上街区上发生什么 已经问题不大了 它只是事情的延续 现在就看 今天主政的人对真正梁振英政府的操守做法 最新的爆料 国安副主任蔡奇秘密到香港 传中联办人事将有变动 那这里它是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 那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 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 这是直接引用了三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用的国家体制的东西 我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这两年习近平没干别的 他干了一个以国家为平台的机制 去直接要摧毁掉 江泽民培育了二十多年 以党为平台的机制 文章讲 轰轰烈烈的战中事件并没结束 自事件开始 梁振英和中联办就不断地以高压姿态处理 激化矛盾 战中初期有报道称 梁振英曾决定开枪镇压 来自香港的人士表示 香港开枪的罪恶 远远超过一个专制制度下开枪 梁振英也倒血没了 但是这个报道就蹊跷了 中共上层官员推卸责任 把屎盆子 这屎盆子 脏水盆子 从脑袋上 从梁振英的脑顶上往下浇 要浇死梁振英 我跟大家说过 梁振英也死定了 你放心吧 梁振英一定是倒血没的 一定拿他说话 为什么拿他说话 原来跟梁振英一伙的 和原来恨梁振英的 梁伙人都要把他拧死 现在就开始拧了 不信就走着瞧 纽约时报今天报了一个中国经济的消息 中国重工业意外大幅下滑 他说随着需求的减少 中国钢材价格 钢材价格在今年的头五周下降了12% 几乎相当于2014年全年的降幅 钢材下降直接表明基础建设的整个的工程下降 那它将意味着很多与建筑工程有关 以房屋有关的人吃饭是被影响了 文章还讲中国橡胶石油铁矿石 及其他工业材料的进口量急剧下降 而全球散货船包租市场一落千丈 已经跌到08年底到09年初 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那是最糟糕的水平之下 那反过来呢 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今天所有人控制不了的问题 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今天主政的人一定想一个办法 去面对这不可能控制 自己控制不了的惨状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能够把这个区域的人 将遭受无法控制打击的区域的人 他的精神层面能够有一种 有个窗口 有个出气口打开 这样当这样不可控制的东西来的时候 使人内心中的郁闷有地方宣泄 宣泄的办法就是宣布共产党完蛋 老百姓就在精神层面 在情感层面有一个舒缓的渠道 有个舒缓的空间 面对着惨痛的生活上的遭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